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林鼎超 很開心可以加入小愛爸爸的團隊 謝國良公布的基隆小內閣 第二位就是他林鼎超 我過去是高雄市政府首任的清理局長 在跟之前也在香港的基隆圈服務 林鼎超將出任產業發展處長 臉書一整排都是他過去的經歷 但令人更注意的是他富二代家世 母親曾任大慶證券董事長 父親是高爾夫球場總經理 舅舅是大慶建設 這次謝國良找他為基隆產業努力 林鼎超過去是韓國瑜任高雄市長時的 青年局長被視為韓家軍 我想用韓系的人 而且他在高雄並沒有時機 大概才將近一年左右的時間 有沒有辦法實現新市政府的承諾 或者是他的政見 我想是有待上去 韓國瑜的愛情摩天輪就跳票了 那會不會他找了韓國瑜的人來 就代表哥哥樓政策一定會跳票 哥哥樓又是哥哥樓 因為真的怕謝國良 這送電動機車的政見 就跟韓國瑜的愛情摩天輪一樣跳票 從選前被問到當選後 現在公布小內閣產業發展處長 再被質疑真的能實現嗎 剛因為三重盧州市議員選舉失利的 林鼎超沒有留太多時間休息 接下基隆產發處長一職 能不能幫基隆創造和改善就業環境 得看未來成績 但因為林鼎超被視為韓家軍 過去韓國瑜在高雄政見跳票 那基隆呢 謝國良和林鼎超戰無回應 三立兄林俊華 賴筆箱 基隆報導